长臂泵车 东京电力日前公布了 安装在长臂上面的摄像头 所捕捉到的四号机组的影像 东京电力表示说 从这份影像资料上可以推断 四号机组的罚燃料池的瓦力 已经脱落了 开始出现破损 好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昨天发布 这是中国政府1998年以来 第七次发表国防白皮书 白皮书强调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军事扩张 白皮书提出 新时期中国国防主要有四项目标和任务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关于国防经费 白皮书说 近年来中国年度国防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略有下降 去年国防费预算5300亿元 比09年增长7.5% 增幅还有所下降 白皮书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 海峡两岸可以适时 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 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 两岸应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 发布会上在谈到日本核泄漏事件时 国防部表示 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后 中国立即对军用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 中国的军用核设施均处于安全状态 东方卫视记者朱薇 李柏林 北京报道 上海市政府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从今天开始上海将会调整一系列民生保障待遇的标准 除了之前已经公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120元调整到1280元 城镇居民低保从450元调整到505元以外 2011年度上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 即封顶线将从7万元提高到28万元 1到12月份的失业保险金的三档标准 每档增加70元 最高标准为每月730元 大力协保人员就业补贴政策的受益范围将会扩大到所有的协保人员 此外三项工商待遇标准也都将会有所增加 中国馆昨天宣布从清明小长假起取消双休日和节假日的门票预售 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游客现场购票的需求 同时打击黄牛屯票 清明小长假期间呢 馆方还将会采取限流和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应对大客流 3月份以来 中国馆日均参观量近4万人次 双休日客流平均是超过了4.5万 比试博会期间还多10% 官方再次提醒市民在参观中国馆之前 请登陆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热线查询客流的情况 合理安排参观的时间 昨天上午上海的医保挂号系统遭遇到了暂时性的瘫痪 约有20多分钟以后才恢复正常 据了解啊 系统网络阻塞的原因是许多市民想赶搭医保年度结算的末班车 享受医保共负段的优惠 导致了医院的就诊配药的人数大增 医保系统网络阻塞 上午10点半 卢湾区无理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挂号系统 已经恢复了正常 据了解系统故障发生在9点05分左右 9点零几分吧 就是下面就是结算的时候 报错了 收费报错 然后我们下去看了一下 就是中心数据库错误 然后我们觉得可能是 是医保的问题 然后就是打电话和他们联系 他们也确认这个事情 就有的人叫了 你们怎么这么搞的 这个快点休啊 华山医院等三级甲等医院也发生了系统故障 早晨是9点05分左右吧 我们发现就是医保病人的挂号呢 就是挂不上 记者从市医保信息中心了解到 上午全市各家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出现了医保系统瘫痪的情况 中心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临时调配资源 扩充空间 9点半左右 系统就恢复了正常 日前上海徐汇区区的民警复林港在处理一起围仓停车的时候 没有驾照的司机突然是发动了车辆逃逸 由于当时民警的手臂被夹在了车窗之间 竟然被拖行了70多米 五根肋骨被撞断了 监控录像中快速驶过的蓝色小轿车就是陶逸车辆 隐约还能看到被拖行的民警复林港的白色头盔 之前复林港要求违章停车的何某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何某无法出示并且突然启动车辆 而此时复林港的手正搭在车窗上 于是被带倒 不料何某件状非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踩油门 中途还突然急刹车 试图甩掉车身外的民警 复林港被拖行了70多米后才跌落 撞击造成复林港五根肋骨折断 左侧胸臂塌陷 后脑头皮擦破 索性未涉及心脏 肇事司机何某事发后逃逸 当晚10点多被抓获 而肇事车辆则被其藏匿 我就考虑到他在我 他在我的左边 我想我直接冲出去 然后他应该不会跟上 但是我开通去了 有一段时间我才发现 他其实一直抓住我 我看到他在那边 我当时我说你松开吧 后来他说我不松 今年29岁的何某交代 去年其因酒驾被吊销驾照 因此遭遇民警检查 本能地想逃离 目前何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审理中 东方卫视记者周瑜上海报道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刊东方 稍后您将会看到 张柏芝驾车撞伤了六巡老婆 安危河南交界的一些地方 出现了神秘电视台 没有台标却正常播出节目 记者调查稍后关注 感受新鲜 与火力 体会浪漫与温情 天空巧夺 尊享生活 心扉天尊系列冰箱 精益求精 老周红幕 2011年4月8日至10日 涉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1涉海国际风能展览会 期待您的光临 北京时间8点09分 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刊东方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娱乐方面的消息 周三的下午 香港著名艺人张柏芝 又在马路上面传货了 下午2点左右 他驾车经过香港南湾道的时候 不慎撞伤了一名66岁的老人 虽然张柏芝开车撞人 李应该受到谴责 但是事发以后 张柏芝的助理通过微博澄清 当地的不少媒体故意把这几交通事故夸大 让张柏芝受到了很大的困扰 事故发生在3月30号下午2点左右 当时张柏芝驾驶一辆车牌号码为 TR6开头的私家车 在经过南湾道时 不慎撞倒了一名66岁的老人 警方赶到后 对张柏芝进行了酒精测试 结果显示张柏芝并未酒后驾车 因此并没有对张柏芝进行逮捕 随后老人被送往马林医院急救 而大批媒体闻讯后 也立刻赶到医院 据香港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后 张柏芝方面承诺 会承担老人所有的医疗费用 并表示会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不过截止到记者发稿时 张柏芝并未出现在医院 其间有报道称 在致电张柏芝助理Emily询问情况时 对方表示这只是小事 似乎有漠视人命之嫌 Emily在个人微博上就此事发表声明 她表示一些媒体的夸大报道 已经给张柏芝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我已向警方查询伤者病况 得知伤势没有大碍 只是某些传媒没有求证 就报道伤者是腿部骨折 反誓我轻率人命 请不要做些事实报道 然后弄黑事情 柏芝好担心伤者病况 我们都好想探望伤者 现等警方安排 即待联络伤者 想必撞伤人之后 张柏芝如今正处于懊恼之中 但翻阅他近十年来的驾车记录之不难发现 张柏芝着实是一位马路杀手 1998年刚出道时 他就以爱标车而闻名 当年还是新人的他 就曾一人同时拥有四辆跑车 2002年 他还曾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邀请 在一场慈善活动上 进行推车特技表演 结果发生了严重事故 导致脊椎骨骨折 演艺事业险些就此争断 而到了2003年 张柏芝再次发生交通意外 当时他在工作结束后 驾车离开 却被一名摄影记者开车尾随 结果又发生了追尾事故 而警方在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 张柏芝还一再认定 这起事故的责任并不在他 女性与警方的警方 女性与警方的警方 这些警方的警方是跟着 恐怕是吃虧的 差一平均才要跟着 跟着太少了 看广告 尽管是找到吃 做事就不用拥命 你们自己跟着 就会是不合格 不过事后警方发现 当天张柏芝并未携带驾照 因此属于无罩驾驶 而在2006年拍摄第601个电话时 张柏芝又再次驾车 上演了惊险一幕 当时剧组正在拍摄一组 他开车进入车库的镜头 怎样张柏芝驾驶的奥迪车 却一下子往两旁的柱子上撞去 此次张柏芝再度于马路上闯下祸端 虽然受伤的六群老伯没有生命危险 但毕竟仍在医院接受救治 在此还是奉劝张柏芝 今后驾车还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好 我们继续来看娱乐方面 本日期间8点38分 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通方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下面我们就要关注的是 尊义的一位六岁的女孩 她叫熊青青 她是她父母的出气筒 被虐待的可以说是遍体鳞伤 而且她身上的伤比她脸上的伤 更让人触目惊心 这里是尊义市汇川区天秀小学 在学校一年级的教室里 记者见到了六岁的熊青青 看到她的第一眼记者吓了一跳 小女孩脸上有着大大的熊毛眼 看得出来要不是力道很大 很难造成这样的伤痕 让人吃惊的是 小女孩脸上除了熊毛眼外 还有着心上旧疤 一道明显缝过真的伤疤看上去 有些触目惊心 当大家脱开熊青青的衣物时 青青身上的伤痕 更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她的下身全是瘀青和伤口 有的伤口还正在化弄 一个年仅六岁的女孩子 怎么能够承受如此大的痛呢 当记者问她这些伤是从何而来时 熊青青只是含着眼泪不说话 当派诸所民警 以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准备通知熊青青的家长 到学校了解情况时 熊青青却是死活都不同意 记者发现 青青在和大家说话的时候 手里一直捧着一个大馒头 啃得津津有味 老师告诉记者 青青平时在家要做饭 自己却没有多少吃的 这个馒头还是早上别的老师给她的 当青青来到长沙路社区医院的时候 医生们看着这些伤口都惊呆了 随即医生开始对青青的伤口进行消毒包扎 还对她的躯干部位进行了拍片检查 经过医生诊断得出 青青青身上多处多发性软组织挫伤 双腿前侧四处烫伤 表皮已经化浓 属于双下肢皮肤浅二度烫伤 为了消炎 青青需要住院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 茅草铺派出所也传来了消息 青青的母亲已经找到了 在派出所我们见到了青青的母亲 她叫唐东慧 当问急为什么要打青青时 她却这样回答 那青青身上的烫伤是怎么来的呢 随后派出所民警对青青的父亲熊宇进行了调查 经过询问熊宇承认了青青的烫伤 是她造成的 目前青青的父亲熊宇 已经被处以五天的治安居留 由于家中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需要照顾 青青的母亲被处以查看处罚 如果不是亲眼从节目当中看到了伤痕累累的青青 我们真的是不敢相信 世界上还有这么狠心的父母 那么和刚才那两个狠心的父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接下来的这位母亲的举动了 她让我们所有的人不由地肃然起敬 前两天在江苏镇江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轿车撞上了一辆电瓶车 就在相撞发生之前的那一瞬间 电瓶车上的年轻女子 抛出了自己怀中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 结果呢孩子得救了母亲却不幸身亡 母记者张先生说电瓶车上有一对夫妻和一名婴儿 他们都是在事故中受了伤 被送往医院抢救 事发时电瓶车由男子驾驶 而女子怀中正抱着一名婴儿 母记者张先生说车祸发生后夫妻俩都受了伤 丈夫表情痛苦地躺在路面上 妻子趴在路边是一动不动 一旁四五米远的地方 她见到了被母亲抛出的婴儿 事故大队民警随后也赶到了现场 对事故进行勘察 在警车上记者也见到了这名轿车司机 面对记者的镜头她选择了沉默 记者从市江滨医院了解到 目前父女俩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正在脑外科病房继续接受观察和治疗 而孩子的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在另一处的病房内 孩子的父亲吴嘉明正躺在病床上 吴嘉明说在发生相撞的那一瞬间 她感觉到妻子本能地向道路外侧 抛出怀中的女儿 随后他们两个便被汽车撞上了 为了只有她的妈妈就没有了 看看妈妈 那个汽车装进去 无情敏 记者从事故大队了解到 经过交警部门的鉴定 轿车驾驶员陈先生涉嫌酒后驾车 目前警方已经采集了她的部分血液 以进行酒精浓度检测 事故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好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南京 在南京市新街口郑宏街广场的附近 一辆金灿灿的跑车 违章停在了马路上十分的耀眼 给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是带来了不便 而当警察前往去处理的时候 车主却不见了踪影 记者赶到现场时 这辆围停的跑车仍然停在广场的马路边上 是一辆比较名贵的英飞尼迪 车身一片金黄 不过上边没有牌照 也不见车主 此时 周围已经围了很多市民 看见车子独特的外观 有人还拿出手机拍照 对郑宏街广场造成了不小的交通拥堵 莫记者说 这辆车半小时前停放在这里 至于车主为什么把车停在这边 他们也不清楚 很快 交警部门也赶到现场 并找来拖车 准备拖走这辆跑车 也许是看到交警到场 一名貌似车主的男子终于出现 并打开车门 面对交警的质问 该男子不愿多说什么 对于这辆贴满金箔的豪华轿车 为什么会突然围停在新街口闹市区 车主明明在边上 却迟迟不现身 而是任由市民们围观该车 对此有市民推测 这也许就是一场炒作 作秀的感觉 围观的人那么多 找到交通主色 刚才看到了这么多车子过不了 我去看他拥有行驶 什么临时拍照之类的东西 为了不让人看到自己的样子 这将泰州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歹徒 用黑色的口罩捂住了嘴脸 抢劫在银行ATM机旁边取款的女子 但是银行的监控最终还是给他揪了出来 从监控上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是晚上七点半左右 一名女子在银行外的ATM机旁取款 这个时候进来了一名男子 戴着口罩 用手捂住脸 站在女子边上的另一台ATM机旁 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还时不时地打亮着身边的女子 随后趁着女子不注意 这名男子立即从背后拿出刀 抵住她的下巴 并马上抢过女子的现金和钱包 撒退就跑 被抢的女子黄某 随即向泰州警方报了案 是2010年1月19号晚上 在我们商业街农业银行 那个区块房里发生了一个 抢劫区块人的一个案子 涉害人是一个女的 然后通过我们进一步侦查发现 2月2号晚上 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个案子 2月2号的这个案子监控再一次清楚地 记录下了同样的作案手段 还拍到了另一名可疑男子 警方分析应该是同伙 在对案件展开侦查后 警方最终锁定 卢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发现有一个三门人姓罗的 这个人比较可疑 然后我们就通过进一步调查 包括委托三门接条派出所 协助我们调查 后来发现了本来的A犯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卢某 今年23岁 三门人高中毕业后 就一直在宁波打工 去年1月19号 卢某跑到泰州经济开发区玩乐 随身携带的几百元钱 没几下就用光了 口袋空空的他居然想到 用抢的方法来赚钱 目前犯罪嫌疑人卢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不过他的另一名同伙仍然在逃 3月29号的上午 山东济南施力下区刑警一中队 抓获了一伙专门 向各大金店下手的珠宝大盗 可笑的是 这伙盗贼三次偷窃了三次被抓 进到珠宝店 五个人显得互不相识 一旦出门几个人熟的就像亲兄弟 于是编医刑警暗中跟踪他们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犯罪动向 在一家山厂 他们果真出手了 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这个团伙分工明确 手法娴熟 盗贼从身手偷笑链到偷完走人 用了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掌握了犯罪证据 负责跟踪的刑警果断出手 一举把五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其中有三人 有盗窃强科 抓取柜台的金银珠宝 当时一把抓了二十多万的 价值二十五万左右的 判了有机徒刑十二年 让人蓬富的是 在已查实的三次盗窃珠宝案中 这伙奔贼第一次偷了二十多万的项链 被抓现行 第二次偷了价值四万的项链 没能逃离现场 这次偷到了这条项链之后 又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现在这伙三次出手 三次被抓的笨贼 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 在浙江渝瑶最热闹的南雷路 一到即假日 来购物的人流 就会形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 就在这人来人往的环境当中 七十多岁的胡大妈 突然就遭遇到了飞来横祸 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的上午十点左右 胡大妈像往常一样 走在这条熟悉的马路上 一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 将胡大妈的耳环 硬生生地拽走后 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人群中只留下了 这个奔跑的身影 据了解 就在这个商业闹市区 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多起徒步抢劫案件 在当地警方提供的 另一段监控画面中 打电话的这个男子 就是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 东张西望正在寻找作案目标 陆小姐买完东西走在路上 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 发现了正在打电话的陆小姐 于是在前面的一辆汽车后面 等待着陆小姐 毫不知情的陆小姐 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慢慢地走着 就在陆小姐走到犯罪嫌疑人 等待着身边时 犯罪嫌疑人一步上前 一把就拽走了陆小姐脖子上的 黄金项链 然后快速地跑入了旁边的小巷 追赶未果的陆小姐 随即报了案 一二世公安局接到报案后 立即就组织专门的警力 对这类发生在闹市区内的 徒步抢劫案 布置了专项打击行动 试将这几个土匪绳之以法 通过这个路面监控 队员们就仔细熟悉了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 二十多名警员 经过多天的路面布控 终于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 提到安全驾驶 不得不再次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 要远离酒精拒绝酒驾 可是有的人 就是不把酒驾当怪事 前面讲 山东合泽的一位先生 酒后驾车 警察查车之后呢 他还赖在车上不下来 最后交警只好用拖车来伺候 在山东合泽市的一处交叉路口 一辆号牌被遮挡的灰色轿车 强行闯过了交警设置的检查点 不过最终还是被交警拦了下来 车是拦下来了 可任凭交警怎么说 车内的三个人就是躲在车里不下来 没办法交警只好掉来拖车 连车带人一起拖到了停车场 直到两个多小时后 其中一个人才摇摇晃晃的下来了 随后车上的另外两个人也才下了车 这时距离查获这辆车 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 在交警的盘问下 最后魏某承认是自己开的车 经酒精测试 魏某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达到87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依照规定将给预罚款2000元 暂扣驾驶证6个月 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酒精可以麻醉人的神经 也有人说它可以壮胆 在山东渝台县 两名男子就想借着酒劲 要偷以凶猛著称的藏壕 在渝台县一家工厂的监控录像上 记者见到 一辆QQ车在工厂门口停下 从车上下来一名男子 转悠了一圈后 竟然从厂子里牵出了一条藏壕 藏进了轿车 与此同时 藏壕的主人王先生 迅速追了出来 拽着他的衣服来 拽着这个衣服 他就是把妹子一挂 就把我挤拿了 他拿着我跑 我想抽手 那也已经抽不出来了 我这个时候 就憋到里头来 他把妹子一开 他脱掉了 拖行了一百多米后 王先生被甩了下来 QQ车仓皇向江苏风县方向逃跑 此时王先生的衣服已经被刮得千疮百孔 身上也多处受伤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 小车疯狂开出几公里 驶上大陆时和一辆车相撞 不得不停了下来 民警迅速上前 将车内的两名男子擒货 经审问 两名男子偷赞熬钱 喝了一斤白酒 喝醉了 就是 心里谁知道 大家想起来 前面要过去 就是本人要我自身 就是心里到现在就行过来了 自己忏悔 就是 高速行驶的轿车 撞上了马路路障 一百八十度腾起 竖在空中 又不偏不倚的 插进了二十多米深的 地铁通风景当中 二十八号凌晨两点 北京一辆轿车 就上演了飞车惊魂一幕 凌晨两点中 朝阳区北陈路 与北吐城东路交叉口 原羞猫环岛 由南向北的绿灯刚亮 一辆黑色迷你酷破轿车 高速静止行驶 翻过环岛的绿花带 坠入地铁通风景里 索性仅下六米深处的 一段金属管将车卡住 车内三名男子被困 随后几名路过的司机 立即赶到警旁查看情况 并报警 因为车子悬在半空 被困人员又卡得比较紧 无法实施救援 装队立即要求交通部门 调动大型的吊车来到现场 两点四十五分 吊车到达现场 将车辆固定好以后 吊车收紧吊钩 倾斜的车体被扶正 并缓缓向井上拉起 好了好了 收拾收拾 吊车吊起的同时 六名民警和消防员 兵分三路手持长爬 将车体死死拉住 以防挂在窗口的伤者 撞上墙或者突然吊下来 凌晨三点四十分 吊车被成功吊出井口 记者注意到 该车前后部均无车牌 一名男子半个身子挂在车外 腿部被卡在车里 三点五十分 第一名被困男子被救出 随后近两名被困者也被救出 凌晨四点 急救人员将三名伤者 送往999清河急救中心 事后记者了解到 司机经抢救无效死亡 其他两名伤者 一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 一人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警方对事故车辆及现场展开调查 并将轿车内的 金恩和GB两套车牌带走调查 严实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今天是西方节日愚人节 那么网络上面整人的法子是层出不穷 不少博友都贴出了有趣又不伤和气的整股方案 那我们呢就帮您整理了一下 希望能够让电视机前的您啊 在今天的愚人节快速地识破对方的轨迹 防止被弄得晕头转向 根据一些资深被整者的经验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可得小心了 如果遇到貌似夹着奶油的夹心饼干 千万不能随便乱吃 因为这有可能是别人事先去掉原来的夹心 用牙膏取而代之加以粘合 到底吃饼干还是刷牙 您可以选择一下 如果有人送来一束鲜花 您可不要高兴得太早 仔细看看材质 是不是用大蒜 大葱 洋葱 胡萝卜 等可爱的蔬菜拼凑成的 同时还附带了臭豆腐汁香精